好,有期我们吴部长 是,委员早 部长好 您跟我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是,非常荣幸 常常有人问我 那个教育部长吴思华跟思瑶你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远亲近邻的关系 都没有 那本席也不会因为我们是无私背的 对您的质询会手下留情 我想我们就事论事 那我要依序刚刚我们前一位质询的黄国书委员的意见 就南一大被你们强迫要并入成大的这个政策的作为 我还是要再一次来跟您理清 你们在政策上是先发文决定两校的合并 再要求学校提供窗口 这就是一个措置 操作手法的措置 我更要说 依据大学法第七条的授权 确实教育部是得以去横拙整个教育资源的分配 然后来进行 也就是你们高教司说的 依大学法第七条的授权 你们把它解读为说 教育部可以主导大学的合并 而且由上而下来操作 部长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这是一个公民参与的时代 这是一个草根运动的时代 我们凡是讲求在新台湾新政治的思维 都是由下往上 所以您认不认为在现行大学法的授权 你们动辄以得以主导的这个思维 由上而下的这个思维 来操作来引领学校的合并 结果往往产生了各校的基层底层的意见 不管是老师 不管是学生 校方的反对跟反弹 你认为这样的操作思考 是不是一个要检讨 我想还是想跟委员说明 就是说 第一个在去年的预算总审查的时候 委员们期待我们在高教合并的部分的速度 能够加快 你现在又把球丢给立法院了 立法院虽然要求你们加快 因为这个事情拖了十几年 但是没有要你们去强报别人的意见 没有去要求你们去偏听 从总体的观点来看 委员会经过整体的规划 那个评估 觉得他们两个学校有谈合作 或者是合并的机会 但你们为什么是先来一纸公文 我们要求合并再请两个学校去谈 这完全错置 没有要求合并 没关系 这个话题我们先在这里打住 我另外想要请教部长的是 我们如果把每一个学校的规模 学生数来当作一个合并的首要的指标 甚至是唯一指标 那对于一个艺术型教学的这个大学 他独立存在的必要 我想你们的理解非常的欠缺 我们并没有以人数为唯一的指标了 你们动辄都说 您刚刚在背询的时候也说 他未来发展有困境 学生就是不多嘛 这是你们你们不要争口说白话 确实是你们作为一个量化来整并学校的重要依据 可是这也不完全错误 我同意 但是对于一个艺术教育 他独立存在的必要性 我想问一下 您知道 立法院曾经在审议文化部组织法的时候 附带决议的方式提出 应该来研议将台湾仅存的三所专业的艺术大学 就是北裔台裔跟南裔 以及台湾的戏曲学院要改立文化部 您知道这个是吗 有这样的决议 因为立法院肯认 独立的艺术教育 跟一般的我们的教育的思考 那样子的传统性思考是不同的 这是立法院的决议 那我想问一 你们在决定南裔大并入 我们成大的这个政策作为里头 有没有去审着立法院的这个决议 有没有去跟文化部商议 台湾的艺术教育要何去何从 南裔大存在的对于台湾艺术人才的产出 它的重要性何在 你有没有跟文化部谈过 就是让艺术学校那个归属于文化部 这件事情我们知道 但是文化部并没有意愿来做这件事情 你们什么时候沟通过 这是我们第一个想说明的 你们什么时候沟通过 您在这里要非常清楚 我们都是校医文化委员会 文化部什么时候没有意愿来接管 不要讲接管 来纳入他们的主导 主管 这都可以商议 请告诉我 何时 我们那个具体的时间查证以后 再跟委员来回报 不要在这里用错误的资讯来引导 那您就会后补充 文化部没有意愿 这您这里讲的 我会去向文化部查证 但这毕竟是立法院的附带决议 还是两个部会要予以尊重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 在两个学校被你们强行合并 或是试图强行合并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去跟文化部 咨询他们对于艺术教育的专业意见 有没有 其实我们那个 我们的高教审议会有请 那个艺术专业的先进们 开过一次座谈会 艺术专业的先进是谁 具体的名单我可以提供 文化部是你们的内阁团队啊 你们横向联系很清楚啊 你可以直接跟红部长商议一下 听一下他的专业意见啊 没有嘛 没有嘛 从这个理由来讲 台湾的艺术教育要走向哪个方向 也许他的主管机关可以商榷 要不要改立于文化部来管理 但是你们在执此同时 你们在进行 就要把很可能难以大以后 病入以后 他的教学就视为了 在一个理工量化主导的话语权比较大的 我们的教育资源分配之下 我们的艺术教育是岌岌可危 我想这个前提也不一定存在了 就说两个学校如果他真的要 他可能会存在 所以这就是现在难以大 感受到非常大危机 也是台湾整体文化艺术界 非常担忧的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可以有更多的对话的机会 来厘清这些事情 对话你们跟社会对话了吗 所以我们才希望他们提出窗口才有对话的可能 你们要求他们提出窗口 就成如刚刚黄国书委员讲的 就是要具体的针对合并的细节开始讨论了 没有啊 我说这是一个操作的措置 没有啊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解读吧 第一个由上而下的政策作为 就是一个操作的措置 应该思考现在的新时代趋势 是由下而上的讨论发动 然后再做政策的 policy making的依据 第二个措置是 绝对不应该是先给公文要求合并 你们再提窗口来谈 这是第二个措置 第三个措置 您对于国家级的艺术教育 显然欠缺正向的理解 不会啊 我们看看 我们对专业艺术的支持 大家都在提美国的Julia学院 是 大家都在提法国的高等美院的经验 我们也来看看美国的芝加哥艺术大学 我们来看看德国柏林的艺术大学 他们之所以独立存在 对于该国的文化人才的培育产出 何等的重要 可是我们在台湾看到的是 你们以他规模不大 发展可能有瓶颈 就要强行的并入一个理工科主导的成功大学 我们务实的评估过三个国内的三个艺术大学 他们的条件背景确实都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我们会提醒那个男一道 他要来面对他未来的发展 可以提醒他面对未来的发展 当然这本来就是你的职责 但不是没有给他 这个学校成立几年而已 校长 哪一大几年成立 还要看资料 2004年吧 升格成为大学 他是2004年升格为大学 不到12年 你要求一个新生的学校在台湾还在摸索 非常遗憾 台湾的艺术教育还在摸索 尤其在南台湾 艺术资源明显不足的南台湾 你就要求他 即刻的跟别人结婚 结成联礼 我也想跟委员报告一件事情 在一个综合型大学里面 艺术学院也不一定会被消失 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您的不一定 您的不一定 是艺术界很大的担忧 这个细节大家可以进一步来对话跟讨论 我今天要求 立法院已经有 审议文化部组织法的相关决议 对于南一大的未来的隶属 还可以好好讨论的同时 暂缓这个事 当然第二个我也要求 丙于内阁团队横向联系 非常轻松 您跟红部长好好商量南一大 听听他的专业意见 当然我也会学习文化部长 对于南一大被教育部主导 并入城堂 他的看法是什么 作为一个文化主管机关 两个部会 不应该各行其事 就一个这么重要的 艺术文化的教育是缺乏对话 当你跟内阁的横向部会 都缺乏对话的时候 你向社会诉求 我们跟南一大的师生愿意讨论 我们跟社会愿意对话 我们跟艺术界的担忧愿意来谈 对不起 大家都不相信 这个议题 你跟文化部都没有讨论过 我觉得非常遗憾 是不是能够 最少您跟文化部听一下 他们对于艺术教育发展的相关看法 提供一个报告给本席好吗 好 我会来跟文化部 请教他们的想法 是 谢部长 谢谢 好 谢谢吴思雅委员 接下来请蒋乃欣 接下来请蒋乱